这是什么呀,这是牛肉面 对,我们还有牛肉面 学习服装层那家的 不是服装层那家,那个是我老爸 然后能加什么 加什么,都有,都可以加,看你想加什么都可以加 别切,这不是我的吧 不是,那你要吃什么 我要换个牌,我尝尝这个 这个是一碗牛肉面是25块钱 22的,25的,有什么区别 就是分量大,分量多 那你够30的,什么都有是吧 对,三四点吃的就是点心 然后五六点吃的就是一般就是那个晚饭 这个汤能泡熟吗 对呀,你刚刚这个汤还很滚 你看,你看我这个汤还很滚 这是什么 这个汤就是那个牛肉汤 你老爸之前很有名啊 什么想起来跟他一起搞这个东西 小孩都大了上学了 就说要自己,要那个自己赚钱 不能一直碰到风 你30块钱能加什么,你就给我加什么 全部都可以加 那就加一点 牛肉丸多一点 好,可以可以 不,一样一样,差不多就行 就焖个两分钟,就好吃了 谢谢 你这开了多久了? 五六个月了 五六个月了 对,你也可以加一点姜丝,水姜要吗 那你给我加,等会给我加 就好吃好了,有点辣辣了 哈,要加多少 你随便,多加点都没事 好,闷好 闷一下 你现在大概一天能卖多少碗? 没算过几十万了 几十万? 对,卖个一千多块就可以了 我听说卖成几十万了 好多人模仿了 对,现在很多人越来越来越来越模仿 所以生意不是那么好做 这个小妹妹是干嘛的? 这个是我妹妹 那你是不是自己开个店? 小妹妹过来 他不是小妹妹,拿着 行吧 好 他们都开,你是不是开个店? 有想起 明年再打算 你姐结婚了,你还结婚了? 你还结婚了? 我结了 我两个小孩了 十几岁了 好喽 姜丝 牛肉丸 牛肉 三十块钱 这么一大碗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你们这个面 不给我们调料包的吗? 难道一个吃快三面的人 不给调料包 是多痛苦的事? 这个牛肉丸本身就很好喝了 姜味特别足 然后牛肉味 吃快三面没有调料包 简直就是一种诅咒 哇,牛肉丸 哇,牛肉丸 脆脆的 咱们加个调料包试试 更香了 这可能是我吃过最幸福的一碗 调料面 你小时候也没吃过这个东西 啊,是吗? 走了 拜拜 那我走了啊 好 祝你们生意兴隆 谢谢 你也早点开店 好 谢谢 拜拜 拜拜